你收看的頻道是牛奶大絲絲絲絲財 哈囉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辣阿絲 OK 現在我們繼續遊玩 宣言見外傳窮之飛 那3集呢 我們從主角他娘知道了主角生父的過往 然後不過那個是知性的劇情 如果各位不去解的話是看不到這個劇情的 開啟新地圖後商竹簧 好可愛喔 然後因為我玩 畢竟是兩年後才玩 所以應該是更新檔是可能有加一些劇情 妹妹 你怎麼在後面跑步 我 我擔心你們 看你好像心情不好的樣子 沒事 只是想到幾日後 要來拆卸這些陷阱與民主 一是覺得經骨疲累而已 羽哥哥這麼大個子哪會累啊 若真覺得累 那麼青梅也陪你一起努力嘛 你一個大鍋都扛不動的小姑娘 要怎麼陪我努力啊 別小看我 我總有幫得上忙的地方吧 例如 採集果實給羽哥哥填肚子 肚子餓了 要怎麼戰鬥呢 對不對 快回去吧 竹林中還是有不少怪物 挺危險的 你要陪我 晚飯時再陪吧 我現在一個人回去才危險呢 這裡有羽哥哥保護我 就不危險 那你跟緊我 別走丟了 嗯 喔 OK 拖曳至戰鬥快捷 即可設置道具 喔 已經有了是不是 隨時可以使用 當然 有了 五百滴血 那個位置 這金窗藥是1000 喔 紅文當方 後面一點 快捷技是12嗎 這麼多快捷技喔 呃 好 我還不太會養 所以我們先大家看一下就好 好 那 這邊的遊戲應該就是 唉唷 好 因為現在的遊戲都是屬於 即使戰鬥 就是 要怎麼講 很像 就是像仙劍6那樣子 好 我們看一下地圖 好 地圖要探險 應該是只有村莊的地圖 不用探險 一陣 清風 吹佛和鼓 喔 像風雲之光那是什麼 大家也可能不知道我講風雲之光是什麼 風雲之光是在 薛雲劍3的時候出現的 那他就負責 補物協用的 好 嘿咻嘿咻 這個 那是 不用解密 我們先走右邊好了 右邊看起來 不是往劇情地方 所以我們先探險一下 然後怪物的話 不知道是 隨機觸發的呢 地雷是 還是 看到怪物 的人 的NPC 在觸發戰鬥呢 還是 還是這個地圖根本就沒有 很好 現在我在講什麼都不知道 嘿咻嘿咻 那其實 各位在Youtube看到的影片 畫質其實 還是沒有到很好 那我也沒辦法 這個 我有空再想想辦法 怎麼把影片輸出 最高畫質 可是如果說最高畫質 我上傳要一段時間 OK這邊沒有 不過各位看到的畫質 應該也算還 還不錯了啦 沒有到很糟 我覺得 這什麼事都沒發生呢 好先突然 感覺有事先要發生 這邊有寶箱先看一下 然後我們 上一部做的影片是 宣言 呃 準備出發行在這裡 OK 可能要一個一個解除 才能 走下一個地方 這是怪物吧 好 宇哥哥 抓到了 不知道裡頭是什麼 但看來 咱們今晚又可以加菜了 你啊 就只顧著吃 小心點 宇哥哥 他動得好厲害 嗯 你別太口氣 讓我來 哇 這 這是什麼 別怕 我馬上解決他 唉唷 戰鬥教學 打一個 麻布袋 點擊或按下快節節發動攻擊 喔 這什麼 這什麼 對目的敵人造成最多 425 低傷害 然後可以續近是不是 或者續近一 最多可以累積 續近3 或是 在動中 釋放 釋破 全 全體敵人 會分60秒 500D 鞋子吧 哇 那什麼了 哇 W是 安補血了 哇 這個不要 按到 哇 好燙 又是陷阱 可惡 這什麼 消耗續近一 對 目標敵人造成最多 500 08點傷害 好可憐 能天點數 好 很多新的東西 這到底是 什麼東西啊 是人 我看看 老鼠 老鼠 總算可以吸氣了 來 來 司空瑜 青梅 又是你們 你們這兩隻兔崽子 老是射陷阱打我 想幹什麼 冒書 你多想了 這只是巧合 你還敢說 這些樹藤不團 險些搞得我厭氣 哎呀哎呀我呀 哎呀我呀 哎呀 族長早跟你們提過不下幾百次 這陷阱很危險 可能誤傷自己人 叫你不要不 你還不 分明沒把族長的話聽進去 可是 從以前到現在 也只有冒書你中過羽哥哥的陷阱啊 不說 做錯事不道歉 竟然還消遣我 冒書息怒 讓你誤入陷阱 還誤打了你 的確是我不對 冒書息怒嗎 我前來此處 是奉族長命令探查敵情 跟你們這些做陷阱玩的小孩不一樣 你們這次害我行動失敗 影響的可是整村暗眉 看我回去跟族長告狀 讓他好好教訓你們一番 好 羽哥哥 怎麼回事 雖然對冒書很不好意思 不過 一想到他剛剛的模樣 你啊 看來 回去芭城要被罵了 抱歉了 親媚 每次 都連累你同為一起挨罵 羽哥哥 羽哥哥不打緊 要是族長太生氣 親媚再和阿娘做些小點讓他消氣 很快就沒事了 唉 唉 親媚 你先回去 我把這陷阱修好 就回村裡 可是我 好吧 那我先回村了 羽哥哥 你也別弄得太晚 嗯 好了 去其他陷阱出看看 唉唷 這個是 早上升級可以吸得混天奇數 隨時可以重新學 重新學習 OK 這個嗎 多一隻戰鬥快捷 OK 被動無需設置 OK 那 人物 他怎麼去 去升級 清水 取物 混天在這裡 這個是 風屬性 是不是只能學一邊啊 降低全體隊友傳受傷害 喔 感覺這招不錯 先學右邊這個 OK 好 所以這樣就學到了嗎 喔 有了耶 OK nice 去填他住陷阱看看 為什麼會叫妹妹先回家 叫女孩子回家是很危險的事情 難道主角也不知道嗎 等一下喔 其實他出陷阱喔 這個 OK 這個是 九尾虎嗎 三尾虎 啊 真的好醜喔 打你 為什麼0虎喔 再一次 喔 主角行動力蠻快的 好 地圖右上角有一個箭頭標示 代表說應該是 劇情的 地點 可是我想拿那個寶箱 這是什麼 啊 OK GO 感覺沒路了耶 喔還有右邊有路 喔 蝴蝶金 那個是蝴蝶金嗎 可以指定攻擊對象嗎 好 點右上角 是吧 旋擊4 消瘦金2 沒有路了 消瘦金2 就這裡 我們先右邊 開一下寶箱 嗨小狐狸 這個是 喔 水晶的意思 身體 輕易鬆鬆啊 通常這個學招式的 會有一個 比如說打那個BOSS 就是學哪一招 用哪一招攻擊會比較好 不過 那個 魂天奇術可以 重新設定就沒有這個 困擾了 欸 學招式 需求 喔 這要三等 喔 OK 了解 重置可以重置幾次啊 喔 可以無限重置對不對 對目標 OK 有點不太習慣 怎麼說呢 雨哥哥 又回來了 青梅 不是要你回村去了嗎 我本來是打算回去 但走著走著 好 便想 若放雨哥哥一人 怕雨哥哥會巡視完滿林子的陷阱才回去 那不就又要弄到很晚嗎 這可不是百年要我一個人回村裡挨馬 所以 我就轉回來幫你了 胡鬧 竹林裡有怪物 你遇上了怎麼辦 快 雨哥哥幫我開路 安全得很 咱們一起來動手吧 你別碰 我弄 今天聽組長擔心地說 貌似商國情勢不穩 四方強族頻頻進攻 咱們村正好在商國周邊 所以受到牽連 唉 真是 雖然不喜歡商國 但如果像以前那樣的大戰又打起來 可危險呢 是啊 咱們村南丁也所剩不多 過去 太多犧牲了 嗯 我明白 我的阿父 阿娘和哥哥 也是被抓去做人生 我明白 明明與哥哥 就是在為族人安危著想 不希望再有人平白無故犧牲 為什麼族長他們 就是不能理解 雨哥哥的苦心呢 真希望哪天 他們能明白 雨哥哥的好 這樣雨哥哥 也就不會整日 鎖著眉頭了 有了 馬兒馬兒草上飛 飛過草原 飛水梅 摔到一處爛泥巴 大蛙看得笑哈哈 什 什麼 看雨哥哥心情不佳 青梅唱首曲兒給你解悶呢 這 這種兒時的幼稚曲兒 就別唱了吧 你說幼稚 當年一直愛拿這首哄我的 是誰呀 你呀 一直在這兒看我做事 不無聊嗎 不會 雨哥哥 真的沒有什麼青梅可幫忙的嗎 沒有 不過 少了一些木材 我去周圍找 青梅這就去 你一個人亂跑 太危險了 不會的 這裡這麼安靜 我看什麼怪物也應該都睡了吧 要我有事做也好嗎 我不跑遠 就在這附近 雨哥哥別窮擔心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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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 說不過你 好吧 快去快回 嗯 去那兒找找看好了 我說 這趟可真是豐收啊 嗯 什麼聲音 這麼晚了 還有誰會來這兒 這次首領能搶到那個女孩 你功勞不小呢 是啊 這麼個客人 等首領回來 不曉得要如何獎賞我 比起來 我真是先祖不幼啊 方才 不曉得踩到什麼 腿差點受傷 幸好我反應快 否則 這條腿就廢了 真不知道 這是什麼鬼竹林子 陷阱怎麼會這麼多 難不成 是這竹林裡 獵物特別多 你傻了 管什麼獵物多不多 我看這林子附近 一定有人居住 陷阱這麼嚴密 肯定是在保護什麼寶貝 走走走 我們回去跟首領說這件事 安排安排 待天亮 咱們就來搶他們的寶貝 他們 難不成是族長說的一族人 原來 他們已到這兒來了嗎 不行 我要快去通知羽哥哥 誰 又來一個可愛女孩 這下 你也有功勞了 真巧 嘿嘿嘿嘿嘿 不要 青梅 大家有注意到他們手上 右手有個青銅嗎 那個在 瞬間六 五還是六 忘記了 我們有個隊友是 青銅 就是他們穿青銅 忘記他叫什麼名字 太久了 有個寶箱 網道海配之功用 隨便啊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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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成功 這什麼 玉琢 通常 應該不會有事啊 哈哈應該 來 我們祈求他的主要命 妹妹 哥哥來救你啊 哥哥來啊 哥哥會保護你的 我來啦 哥哥來啊 保護妹妹 是哥哥的責任 你們兩個 兩個吃汗 怎麼會對我的妹妹 下毒手呢 等一下喔 妹妹 我來啦 妹妹 哎呦 我被抓走了 青銘 GG 怎麼回事 地上 怎麼這麼多腳印 GG 真的GG了 啊 這是青銘 這是青銘的 趕快青銘就這樣過了吧 這方向 是我最近被滅了林族部落 難不成 青銘被那群異族人抓走了 可惡 明明我就在這兒 怎麼還讓青銘遇到這種事 是 必須先回村裡 告訴族人敵人已盡 並請求族人 一同救出青銘 對不起 青銘 你在等我 哥哥馬上去救你 族部長一定不同意的啊 怎麼可能為了一個人 派村人去救我 不可能啊 起來 大家快起來 發生了什麼事 子宮羽 這麼晚在吵什麼 羽兒 這麼晚了 怎麼了 大家 請聽我說 青銘 被最近滅掉 東邊林族的一族人 捉走了 啊 什麼 敵人不知何時會襲擊過來 咱們一當 立即做好硬敵準備 並組織一支隊伍 一同把青銘救回 誰願意 陪我去救青銘 沒人 青銘不是咱們的族人 咱們的妹妹嗎 青銘是個好姑娘 但現在的咱們 不是那群人的對手 卻也只是多個人犧牲而已 你 羽兒你冷靜 槍出頭沒有好下場 你忘了之前咱們的族人 包含你阿父的下場如何了 咱們應該趕緊收拾逃走 才是上策 逃走 那青銘呢 現在去 來得及嗎 青銘說不定已經 是 保住咱們村子為上啊 這太荒謬了 青銘一直都像我青銘銘一般 她也跟你們都是朋友 結果她現在有性命危險 你們一個個 都只想你要逃 羽兒 這都是命啊 阿娘 怎麼連你也 就算只有我一個人 我也要把她救回來 羽兒 好 前往第一組部落中 研究青銘 剛主角說青銘就像我青銘銘一般 所以代表說 青銘不是她的真的銘銘 那我挺意外的 OK好那我們這集到這邊結束了 那喜歡我的頻道的話 你的影片的圖片按個一下訂閱 也歡迎到我左下方的紅色小鈴鐺按個訂閱 也歡迎到我粉絲按個讚 以及最終最新的消息 謝謝大家自己的收看囉 謝謝 掰掰